咱们来看看42课的第二段 先来看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请看屏幕 他说 but instruments far more delicate than that were needed if any really serious advance was to be made 那么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 咱们一般先翻译状语 他说 但是如果你要是想取得真正的实质性的进步的话 怎么样呢 需要精密的多的设备 大家注意到这个中文中 从句和主句中都没有主语 你看 但是要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是谁要取得实质进步呢 没有主语 那主句中呢 需要精密的多的设备 这个是谁需要也不知道 我们以前多次说过 在中文中这种无主句 在英语中一般得处理成被动 因为英语句子必须有主语 没有主语怎么办呢 只好用宾语当主语 所以说精密的多的 比那个精密的多的这个设备是必须要的 如果怎么样 如果真正就非常严肃认真的 就实质性的进步 要被取得的话 中文中都当主动来翻译 因为中文句子可以没有主语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里面一个重要的知识复习 从三册就讲过 was to be made 如果你想要取得实质进步的话 这是必动词后面加动词不能是 这个在第三册的第四十个咱们就讲过 必动词加 to do的四种常见用法 四种常见用法 我们复习第一种就是本文中的 表示打算或者想要 有种将来式的味道 打算或者想要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I am to see her tomorrow 我明天打算去看她 对 打算去看她 再比如说我们看第三册 第三册的第四十五号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The old farmhouse the family lived in was to be replaced by a new One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house 这个家人 这一家人呢 住的这个老的农舍 那么他们打算呢 很快呢 要换成一个大概 这个十万美金的 这么一个新房子 被她所代替了 也打算要换一个新家 这是有将来式的味道 表示打算或者想要 这是第一个意思 本文中正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想要 取得实质进步的话 这是第一个 注意必动词加 to do 都是书面的用法 那么第二种常见用法 它还表示命令 你们都得这么做哦 下命令的时候也用它 这个复习咱们三次的事实 咱们讲过 看几个例子 You are to be back by ten o'clock 你十点以前必须回来 这是下命令的语气 再比如说 No one is to leave the building 任何人不许离开这个房间 这是下命令 对吧 再比如说 You are to wait here in this room until you return 你在这屋等着 直到我回来为止 不许离开 在这屋等着 一直到我回来 这是表示命令式的语气 也可以用必动词加 to do 这是第二个用法 那么第三种用法 不是用法有四个吗 第三个用法是什么呢 表示能够能够做模式 表示这个表达 用b22也比较正式 咱们也是看一些例子 How am I to pay such a debt 我说我怎么能还得起 这么大一笔债呢 我还不起吗 能够 塞冰说 We Chinese people are not to be bullied 我们中国人民是不能够被恐吓的 中国人民无所畏惧 这个bully表示恐吓 胁迫 吓唬某人 那我们再看看在咱们47课 未来会碰到的一个句子 在未来47课 274页的第16行到第17行 咱们4课里面 274页16行到第17行 第47课里面在未来会讲 咱们先看一看 他说 The contemporary phenomenon of car worship is to be explained not least by the sense of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that ownership entails 他说这个当代 这个汽车崇拜的这么一个现象 worship是崇拜 能够呢 被这个东西来解释 be to do 在这表示能够 能够被这个来解释 为什么呢 not least是习语 未来会讲 叫尤其 尤其可以被什么呢 这种独立的感觉和自由的感觉来解释 什么呢 我们再加定义从这段的ownership entails ownership就拥有权了 拥有intel可不可以带来嘛 拥有汽车所带来的独立感和自由感 用这个来解释 就是为什么大家崇拜汽车呢 有了汽车之后 我们很独立 就出门甭打车开自己的车 而且很自由嘛 把城市缩小了 随便去哪个地方开车一会就到了 这是能够被这个东西来解释 这是在未来47个会讲到 那我们再看第四个 表示应该也用be to do 这个注意哦 我们在写作中用be to do是个好选择 但不要用错 我们也是来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such men are to be pitied rather than despised 我说这种人呢 应该被同情而不是被鄙视 在这儿是应该 我在复习三册的三十三课 就是难忘的一天 三十三课 三册的三十三课 他说 As soon as he had hang up He went over to the workman And told them that If a policeman ordered him to go away They were not to take him seriously 这是这个第三册的四十课 第三册的第四十课 就是他刚一挂断电话怎么样呢 他马上就跑到工程那儿去 并且跟他们说怎么样呢 如果一会儿有个警察 命令他们快点走快点离开 他们可不应该重视他 别拿他当回事 这不是警察 这是我的同学 一大街上假扮的警察 四十课 忽醋真假男变中 出现过这个知识 我们当时就是在这课中讲的 这个be to do 我们在复习复习培根爵士 论读书中的名句 大家应该多次见过了 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有些书应该潜尝计核 其他书应该糊仑吞下 这个r to do 那个r被省略了 因为三句话并列 对不对 ab and c 并列进入位置动词 重复的被省略了 只剩下to do 只有少数书值得咀嚼和消化 应该这么做 少数书就是我们手中的新概念英语 对吧 这表示应该回顾一下be to do 四个含义 第一个可以表示 打算或者想要做模式 有将来生的含义 第二个表示我们下命令的语气 第三个是能够 第四个是应该 在本文中是第一个打算想要 如果想要取得实质进步 那么我们需要精密的多的设备 像第一段说九柱系那种 弄几个木棍里 这显然是太粗糙了 好 我们后面看第二句 那么怎么来构造这样一个设备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后面说 the ideal to be aimed at was to devise an instrument that could record with a pen on paper the movements of the ground or of the table as the quake passed by the ideal是逐句的逐语 to be aimed at是后制定语 动词不定是后制定语了 就是be aimed at可以表示目标是 目的是 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 这个理想状态是什么呢 是要去动词不定式to do 在这儿当了一个标语来用 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是 当然我们说动词不定式做标语的话 如果前面出现了十亿动词do 后面那个to do的to就可以省略 不省也行 如果前面没有出现十亿动词do 这前面没有啊 没有十亿动词do 那么后面呢 to do的to是不能省的 动词不定式做标语 第一课就讲过 是要devil设置出 设计出这么一个设备 什么设备呢 加定语从据 一直到极末黄颜色的定语从据 然后that关于代词做主语 这个设计怎么样 能够记录 用什么记录 这个with a pen on paper 用一个在笔在纸上这个方式 这是借识章语做方式状态了 来记录 那么record是9动词 后面加冰语了 冰语是什么呢 the moments是它的冰语 我们看到的with a pen on paper 这是状态前置 为什么 冰语太长了 你看这个状态就with a pen on paper 而冰语是the moments 还有后制定语 of the ground 大地的运动 or off the table 还有桌子的运动 这个off the ground 和off the table并列 都是来修饰这个the moments 大地运动或者桌子运动 然后里面又迁讨了一个 时间状态从据 在定语从据内部的时间状态从据 当地震经过的时候 它能够记录下来 大地或者桌子的运动 s到句末写题字 迁讨在定语从据内部的时间状态从据 quake 就是earthquake 比较简略的痛速的版本 也是地震 意思一样 这里面有些小的词法 咱们先看一看 第一个先看be aimed at 这是多意思 有两个意思 那么第一个意思就是本文中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aim不是做名字目标的意思吗 很好记 比如说an energy program aimed at reducing our dependence on fossil fuels 我们这边一个能源的计划 或者能源的一个项目 然后后制定语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要减少我们对于化石燃料的依赖 所以化石燃料第一个讲过就是什么石油 天然气 古代动植物变成的慢慢被埋着之后变成的燃料 叫化石燃料 那么这是后制定语把避动隧道 过去分子短语到后制定语修饰这个program 我们再看一个完整的句子 The regulations are aimed at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at work 它说这些regulation规章制度 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目的是避免在工作里边除事故 除工厂 在这里我们看到be aimed at 只当未动词了 当然必动词都有了 这是第一个目的是 be aimed at 还有非常常见的第二个意思 这两个意思都非常常见的第二个意思是针对谁是谁 就针对这个人的针对 我们也看一些例子 The criticism was not aimed at you 我说这个批评并不是针对你的 你不要多心了 它是对别人并不是针对你的 再比如说 The book is aimed at people with no specialized knowledge 这本书是针对哪些人呢 针对这些人的 其实没有专业知识的人的 准备的一本书 是针对什么什么 可以这么来说 specialized 就专业的 专业化的 好 那么后面还有就是我们说 从语法分析过的 我们要针对的目标达到的状态是 设计这么一个设备 能够用笔在纸上记录下来 大地或者桌子运动 当quake 地震通过的时候 这个quake我们再说一说就行了 quake表示informal 非正式的表达 它就像那earthquake地震 一个通俗说法就好了 好 我们这个下面 再看下面句话 那么怎么制造这么一个设备呢 它先谈原理 它说 where I write my pen moves but the paper keeps still where I write 这当然是第一个句子里面的 时间状态从句 两个句子中间是but连接 第一个句子里面先来个 时间状态从句 当我写字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的笔在动 但是but引出并列句 但是怎么样呢 这个paper这个纸保持静止 keeps 在这系动词 still是形容词 叫静止不动的 这个句子比较简单 看下一句稍微复杂一些 with practice no doubt I could in time learn to write by holding the pen still while the paper moved with practice 借此短语从当状态来用 就是随着这个练习 经过练习 no doubt是插入语 就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咱们一会儿会重点来说 毫无疑问随着练习怎么样呢 我能够逐渐地学会 这个I could 后面应该是跟动词 learn to write 这个learn来搭配 could 后面加动词也行吗 这个in time 在这是状语 表示逐渐的慢慢的 相当于gradulate 逐渐地 那in time是多一词 还特别是即时 即时做模式 这是怎么一会儿会重点说的 在这有语境 是逐渐的 慢慢的逐渐的学会怎么样呢 right来写字 怎么写字 by到句末 这个写体字 整个带下号线 可以看作方式状语 通过什么呢 通过当我这个直动的时候 我保持笔不动 这个方式来写字 整个by到句末 是方式状语 然后呢 这个wild paper mood 是牵套在这个借词短语 内部的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当直动的时候 让笔保持不动 来写字 反正相对再动 这次就能出现 当然这个难度就高一些 就这么说 这里边有些小细节 咱们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就是no doubt 这是多译的一个短语 咱们当作重点来看一看 习语一调记 要不然在写作时 总觉得欠点地道性 就像老外写中文 总不用成语 总觉得这 从水平不高 no doubt 有两个用法 第一个是 used to emphasizing for emphasizing that something seems certain or very likely 这个第一个是 不用来强调 某个事 看起来是确定无疑的 或者非常可能发生 就无疑 毫无疑问 会如何如何 就no doubt 我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本文中正是这个意思吗 毫无疑问的是 再看一个例子 no doubt she'll tell me everything when she's ready 毫无疑问 当她乐意的时候 她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ready不一定是准备好的 可以表示乐意愿意 她愿意的话 毫无疑问 她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的 no doubt 毫无疑问 但是no doubt 还有第二个意思 做让步是咱们使用的特别多 叫做的确诚然 也用这个no doubt 它表示什么呢 use for showing that you accept something is probably true but this does not change your opinion 你看这个解释特别清晰 备用来呢 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接受某个事 可能是真的 但是这个事本身呢 它也不能够改变你的意见 的确承认 我承认是这样 但是我还是认为 后面一番多加一个转折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搭配 把它同时记住 no doubt 后面一番加but 毫无疑问 承认是这样的 但是 我先承认 但是却如何 这个结构用的特别多 我们看一些例子 咱们把搭配记住 记句行吗 他说 no doubt she is very nice but I just don't like her 承认 的确 这个人 这个女孩很好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她 这个just 是语气词 不要发现我紧紧 我就是不喜欢她 我先承认 我承认这个人是不错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 再比如说 no doubt many will regard this as harsh words but regrettably they are true 所以承认呢 很多人 many 就像many people的意思 那么会把这些呢 看作是非常刺耳的话 这harsh 表示难以接受的刺耳的 但是很遗憾 他们说的却是实情 就是你这个中言逆耳了 听起来刺耳 但说的却是真实情况 no doubt 和我们家but 先让步 后转折 这个句型我们可以参考 这是no doubt 两个用法 本文注释 第一个 叫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呢 随着练习 我将逐渐的慢慢的 这里出现这个重要动词 in time in time 咱们再复习 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大家可能最熟悉 叫 before the time by which it is necessary for something to be done 在这个某个东西 必须被做呢 这个时间之前 就及时完成了 但及时没有误 必须做的事 及时 表示这个意思 最常见 咱们先看看三册的第十课 三册第十课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 The titanic turn just in time narly missing the immense wall of ice which rose over 100 feet out of water beside her 他说 泰坦尼克号这个弯 拐得刚刚好及时 勉强躲过了 这个巨大的冰墙 就是在他旁边 吐出水面 大概100多英尺的 巨大的冰墙 这个里面 in time表示及时 及时有这个意思 那么in time 有些固定搭配 咱们顺便可以一块记住 比如说 be in time to do something 及时去做模式 没有耽误去做模式 这个结构 我们可以进一步 更复杂地记住 再比如说 我们看例子吧 will I be in time to catch the train 我能够及时赶上这个火车吗 及时去做模式 我们家动词不能是to do 那么同样呢 我说及时 对模式来说是及时的 及时做这个事情 有时候也能be in time for something 我们家就是for 再加这个病语也行也对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第八课里面 曾经抽象过这个搭配 就是我们第八课贸易标准 47页的第十行 咱们第四课 47页第十行 他说 They hope to finish in time for a trade summit between America and EU on May the 28th 他们希望能够及时结束 为什么呢 为这个 在5月28号 美国和欧盟 举行一次贸易峰会 做好准备 即时的 对模式来说很即时 即时的 为他做好准备 有这个意思 那我们再看三册的29颗 也有类似搭配 也是be in time for something 比如说 The following day however the doctor consult him by telling him that his chances of being able to leave hospital in time for new year resolutions were good 他转过天来 然而啊 这个医生安抚他说 说什么呢 他说啊 他能够及时的出院 即时出院干嘛呢 去干嘛呢 赶上新年庆典的 这个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对某事来说 是即时 即时能够赶上这个东西 叫be in time for something 这个顺便可以记住 这是in time最常见 第一个意思 叫即时 但本文中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本文中是第二个意思 就逐渐的慢慢的 表示这个含义也相当的常见 咱们通过上线文 来判断是哪一个含义 比如说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and especially after a gradual process of change or development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尤其强的经过一个逐渐的变化 或者发展的过程 慢慢的逐渐的一点的变化之后 就如何如何了 这个时候用in time 非常贴切 咱们复习一下 在新概念二册的四十五课 新概念第二册就出现过 新概念二册四十五课 他说in time in time all Sam's money was paid back in this way 逐渐的慢慢的 所有的山姆的钱 都用这个方式被还回来了 逐渐的慢慢的 in time 有这个含义 我们再看三册的第三十课 三册第三十课 逐渐的慢慢的 这变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了 什么呢 就是考克斯兄弟 雇用了一个尽职尽责的鬼 这个鬼把他们的大部分的工作 都给他们完成了 in time 就要逐渐的慢慢的 半分钟是这么意思 经过这个慢慢发展变化之后 逐渐的慢慢的 我能学会呢 让这个笔保持不动 而这个直动 笔不动来写字 这句话我们看到这 我们下面接着来看 第二段的第四句 他说我们先看屏幕吧 看屏幕看这句话 That sounds a silly suggestion but that was precisely the idea adopted in some of the early instruments seismometers for recording earthquake waves 那么前面这个代词 that当然指上一句话的情况 就是笔不动直动 这听上来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这么一个想法 一个建议 但是 but引出笔定句 但是那还是代词了 还是指那个事 那呢 却恰恰是这样一种想法 precisely就是 exactly 恰恰是 什么想法呢 这个adopted到句末 是后制定语 修饰这个想法 这个adopted 是adopted动词采用 采纳 再有些早期的设备 就是记录地震波的设备里面被采纳的这个想法 就是笔不动而指动 来记录地震波 这个后面 seismometer 就这个地震仪了 插入语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说明这个早期设备是什么 就是早期的地震仪 然后for recording earthquake waves 后制定语修饰前面那个early instruments 就是记录地震波的早期的仪器 是这么一个 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太难的搭配 咱们就看看里面这个adopt 表示采用或者采纳 接受 这个词当重点 咱们看一下 这些急无动词 take over and have or use something as one's own 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之后 来拥有它或使用它 作为我们自己的东西 来拥有它或使用它 就采纳别人的东西 或采取或采用 某个方法呀手段呢 叫动词adopt 我们知道adopt 本来不还不是领养的意思吗 别人孩子我抱过来 当我孩子养 所以采用采纳领养 可以用它 是这么一个效果 这个咱们来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adopt a name 我这个采用这么一个名字 采用这么一个名字 adopt a custom 我们采纳了这么一个风俗 风俗习惯 adopt an idea 就是本文中的这样一个搭配 就是我采纳了这么一个想法 adopt a style 就是采用这么一个风格 adopt a style of dress 就是我们采纳了这种 着装的风格 服装的风格 等等等等 这是采取采纳采用 咱们再看具体的一个完整的句子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第三册的53个 新冠军三册第53个 The system has worked so well that it has been adopted in other countries like Denmark Norway Finland and New Zealand 他说这样的体系 是运作得如此之好 以至于怎么样呢 它被很多其他国家 来采用采纳了 对吧 比如像丹麦呀 挪威呀 芬兰呀 还有新西兰等等等等 这是采用或者采纳 这个这是我们三册 第四册又有第十二册也出现过 咱们看七十页的第十三到十四行 七十页十三到十四行 咱们十二册 银行和顾客这个数 for this reason there is no risk to the customer in the practice adopted by some banks or printing the customer's name on his chest checks 出于这样的原因 那么这种 这个做法呢 对于顾客来说是没有风险的 什么做法 后面又就是后制女了 adopted by 就是被有些银行所采用的这个做法 什么做法呢 就是practice 后面跟of doing something 咱们十二课讲了 对吧 就是把顾客的名字印在他的支票上 这做法 对顾客来说没有风险 如果有造假的话 是银行损失 咱们十二课讲过 中间adopted by some bank 可以看作插入语论 就好了 这是采用或采纳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话 那么这个地震波是怎么让 笔不动直动呢 我们看这么说 but when table a pen holder and paper are all moving how is it possible to write legibly 对啊 是啊 这问得好啊 但是 这个黄颜色是时间中语从句 但是当桌子啊 笔杆啊 还有这纸都在移动的时候 那怎么能够 这个清晰可变的 把它写出来呢 就是都都在动 你怎么去写呢 前面这个when引导时间中语从句 后面的how到句末是主句 主句里面的how is it possible 这it是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是to write legibly 清晰可变的写出来 这怎么能是可能的 这it形式主义 whom to do真正主义 这么是一个语法成本的分析 这里边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就看一个圣词 pain holder 这个很简单 我们知道是笔杆就行了 pain holder表示 a holder or handle for a pin point 对笔尖来说呢 可以握住的这么一个bar 或者一个杆 这个笔杆就行了 我们知道就行了 叫pain holder 然后我们看句末这个legibly 就清晰可变的地 这是负词 它更常见的当然是 我们的形式形式 就是印刷体或者字迹 等等清楚的一读的 清晰可变可以辨认出来的 它表示 a print or handwriting 或者印刷或者是手写的字迹怎么样 clear enough to be read easily 清晰的 足够清晰 能够我们很容易读明白的 这个read是过去的分词吗 懂得read 就清楚的 易读的 叫legible 那我们看一些这个例子 the inscription was still legible 这个刻的字 依然清晰可变 现在能够读懂 刻的是什么 inscription可变是刻的字 它的副词形式 就是legibly 就是易清楚地易读地 当副词来用 也是看一个例子吧 please write more legibly 请把字写得更清楚一些 这可能是要送信 你地址写不清 送不到了 清晰可变地 它的反语词就是 illegible 表示自己太模糊 不容易读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吧 illegible illegible 就是自己模糊的不好读的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to read not legible 就是读起来困难 或几乎不可能辨认的 就是not legible 就是博士 清晰可变的 这种 叫legible的完美反语词 比如说我们看例子 his handwriting is illegible 这个人的字迹根本是很难辨认 或者不可辨认 就太潦草了 那么这个表达也能换成另外一个句子 有固定的一个比喻 也能这么说 he has a doctor's handwriting 他有一个医生的笔记 一个字迹 这个是我们在新概念第三册 28课 五棒也太会讲过 老外也是医生写的字 龙飞凤舞的 大家有着体会 医生开的药方 只有药房抓药的能看懂 什么意思 龙飞凤舞的 字迹太潦草 那如果表示字迹很工整 我们可以用 his handwriting is neat neat可以表示整整齐齐的 字迹工整的可以用它 legible是清晰可变的 但neat比清晰可变 往往更好一些 非常工整整齐的 也可以这么说 叫做 he has a teacher's handwriting 他有一个老师的字迹 老师的笔记 老师写字 一般用正凯写得清清楚楚 教个学生认字 当然要把字写清楚 别人同学下面抽笔记 你字潦草的话都看不懂了 叫老师的 他有个老师的笔记 就是写字很工整 非常好编认 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怎么能够把它清晰可变的写出来呢 作者是说问 下面自问自答 他说这个关键是这里 咱们接着看屏幕 the key to a solution of that problem lay in an everyday observation the key to something 表示什么什么的关键 这个to a solution of that problem 是后制论语修饰这个the key 动词不定是做后制论语了 这个借词当中就做后制论语了 这to是借词 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的 这个解决方法的关键是什么呢 lay in 就来自lay in了 我们多次讲过叫在于 在于什么呢 在于一个日常的观察 日常观察中就能了解这个原理 我们先复习 the key to something 表示是什么什么的关键 什么什么的关键所在 the key我们叫借词to 注意不是不定是 是借词to 这个在41课咱们见过 咱们先复习 240页第11到12行 240页的11到12行 他说 such extreme cases must probably be taken with a grain of salt but they do underline the general principl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phant and mahout is the key to successful training 这种极端的例子当然不可权信 这大飞咱们讲过 但是他们的的确确 却强调了这么一个 普世的一个原则 一般性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大象和训向 失神的关系呢 是成功的训向的关键所在 the key to something 就是to是这次 41个刚讲过 本文书说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关键 在于lay in 就来自动词lie in lie in表示在于什么什么之中 在于什么什么里边 我们复习复习第35课 就是207页第二行 咱们看一下207页的第二行 the reason lies in its gravity 这个reason这个理由在于什么呢 理由在于它的原因在于它的重力 它的重力可以解释这个原因是什么 叫在于什么什么之中 in后面一般更一个抽象的词 那后面我们进一步把这个搭配 就同时记住了 叫什么什么的关键在于什么什么 the key to something lies in something 这更好记了 成功的关键是勤奋 the key to success lies in diligence 就好了 这个句型顺便可以记住 好 那么它下面肯定得讲 这个日常观察是怎么回事吗 对吧 我们下面看 接着看第七句 它说了 它说 Why does a person standing in a bus or a train tend to fall when a sudden start is made 日常生活中的这样一个观察吗 对吧 它说为什么一个人 什么呢 就站在一个公共汽车或者火车里的人 这个带下号线的部分是后置能语 修饰这个person 然后未动是ten to fall 倾向于倒 往往会容易倒下 然后when到句末 当然是时间状态从句 当这个车突然启动的时候 a sudden start is made 但来自于make a start 这个start在这不是开始 而是车子启动 这个start做动词的名词都有这个含义 车子的启动 What's wrong with my car she won't start 我这车怎么了 它不能启动 当然老师在三册讲过 直车 直船 直祖国 往往可以用she 这个女字边这个他 she won't start 这车子不能启动 就是整个句子好理解了 为什么当突然启动时 站在公共汽车或者火车里的人 往往容易摔倒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是日常生活中一个观察 那么后面我们看第八句 它说了 为什么呢 它说 it is because his feet move on but his head stay still 这个简单的是个主系表结构 it是主语 is系动词 because到句末是表语从句 表语从句里面有个小并列结构构成 第一个是his feet move on 他的这个脚继续往前移动 more on是继续吗 对吧 他的脚往前移动 但是怎么样 但是他的头保持静止 stay还是表示系动词 表示保持这个状态 still 这系动词静止的 这是为什么这个人会跌倒 后面他进一步说 a simple experiment will help us a little further 一个简单的试验呢 可以进一步的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事 这个a little further 师傅这个副词短语当状语吗 就是更深刻的来帮助我们 进一步的帮助我们 那么是怎样一个试验呢 咱们看下去 他说 tie a heavy weight at the end of a long piece of string 我说呢 把一个重物 这个weight注意啊 weight如果表示重量 这个东西的重量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但是重物 有一定重量的东西 重物就可数了 这个把一个重物 怎么呢 它也是系了捆了 系在一根绳子的一端 在一个绳子头上系一个重物 就这么一个 这个string 就是我们常说的线绳 就几个细线拧成的这么一个绳 它既可以当可数名词 也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本文是不可数的 所以前面加了这个量词piece 我们大概就看看这个意思吧 string什么意思呢 不可数或可数都行 就是a strong thread 一个比较结实的这么一个 这样一种线 是怎么构成的呢 made of several threads twisted together 是由好几根细线 twist 拧了 被拧到一块而构成比较结实的 这么一个线 就我们这线绳 use for tying or fastening things 被用来捆或者系东西的 扎东西的这么一个线绳 就我们生活中的线绳 叫string 可数不可数都行 本文重是当一个不可数名词来用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I need a piece of string to tie this package 我需要一个绳子来记一下这个包裹 这个piece of string a piece of 表示一根绳子 在这儿这个string当了不可数名词来用 这是本文重 是这样 一个线绳的一头 先记一个重物 完了之后做什么动作呢 咱们看下一句 稍微复杂一点 With the hand held high in the air hold the string so that the weight nearly touches the ground 我说你啊 把手高高的举在空中 就是手顿着这个绳子嘛 高高举在空中 这个黄约色带下号线的 这是我们这个 很明显在这儿 当一个独立主文 独立主文做状语来用 就是一个伴随状语 就是把手高高举在空中 独立主文是 我们加逻辑主语 逻辑主语是the hand 后面held high in the air 这个heal是过去分寸 这hold的是把身体的某个部分 做出某个动作的意思 就是手背高高的举在空中 这个high在这儿是负损 它如果用high力 那是高度的 那是抽象的含义了 这个high表示具体 用尺可以量的这个高 就是就把手呢 高高的这个举在空中 然后呢 然后怎么样呢 hold the string 就捏住 抓住这根线绳 这个so dead so dead在这儿是 这个目的状语 这乙变语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so dead 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是目的状语 第二个呢 是这个 这个结构状语 在这儿是个目的状语 因为有上前文 有语用吗 捏着一下乙变语 结构状语是所以 这是乙变语 乙变语怎么样呢 这个重物啊 几乎都能贴到了地面上 就是要到地面上还差一点 几乎就粘到贴到地面 能够触到地面上 就这么一个 把这句子整个看懂了 读了几个结构 然后后面一个起始句 然后后面呢 so dead到句末 这引导一个目的状语从句 这里面有一些小的细节 咱们看一看 首先看这个hold 这个hold在这儿呢 是个急语动词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to put apart your body into a particular position 就把你身体的某一部分 摆成这个 某一种姿势 这个是急语动词 它的宾语就是身体的某一部分 本文中呢 就是这个手 既然手是背白成的 所以后面这个held 用过去分词就很好理解了 因为它宾语应该是身体的部分 那宾语变了逻辑主语 当然后面有过去分词 用被动 那就好了 看一个例子 she was holding her hand to her heart 这个女孩把她的手 放到了心脏这个位置 我发誓一定对你忠诚 把手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心脏这个位置 那下面我再看看原文中那个hi 这个好多副词呢 加加ly用法是不一样的 这很讨厌 咱们做个简单总结 先看这个hi跟high 我们说这两个词都可以当副词来用 当然high呢 也可以当熊词 但是它本身可以当副词 它做副词时 跟加ly的副词有什么不一样呢 很简单 这个high我们一般表示 物理上的高 很高地 就是用齿能量的 high力往往是抽象的比喻 高度地 等等等等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he climbed high up the mountain 他高高地爬到了山上 这个high就是动词climb 爬得很高 在这儿是副词 这个高矮是物理的高矮 用齿可以量的 再比如说 it is highly confidential 这个是高度机密的哦 这个高是无法量的 高度机密 是抽象的高 这时候叫m1 跟它类似的 还有deep和deeply 区别完全一样 deep可以做形容词 也可以当副词 它做副词时 表示具体的很深地 用齿可以量的物理上的身 而deeply是深深地 做比喻抽象意 我们也是看例子 he pushed the stick deep into the mud 他把这个木棍 这个棍子 深深地捅到了泥巴里边 深深地 这个表示深浅 是物理上的深 是用齿可以量的 再比如说 看deeply he was deeply moved 他被深深地打动了 这个deeply 是表示抽象的 这个深深打动了 有多深 这个没法量 这没法量 跟它类似的 还有我们这个wide和widely 还是一样 wide可以做形容词 做副词 它做副词时 跟加I wide的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三次怎么说过 没有I wide wide表示物理上的很宽地 这个加I wide是比喻 就广泛的 宽泛地 是抽象的宽 不可 是没法量的 比如说 open mouth wide 这医生可能跟你说 来 把嘴张大一点 嘴裂得宽一些 这是物理上的宽吗 嘴张大一些 he seemed to be widely known here 他看似在这个地方 大名鼎鼎鼎 众所周知 被很宽泛地指导 这个宽是没法用尺来量的 像I wide 是这个区别 还有一些 可能更复杂一些 就这sharp和 sharply 这个sharp也是可以当形容词 当副词 它当副词 一般来说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就表示准时力 它一般放在几点几分的后面 表示准时力 相当于punctually 但它一般直接跟着时间后面 第二个 表示突然的 尤其表示拐弯 突然停下来 突然拐弯 用这sharp 而加I wide sharply 一般表示急剧力 表示剧烈下降 急剧下降 或者尖锐力 尖锐的批评 尖锐的讽刺 表示这个含义 咱们看些例子 你比如说 We're meeting at 1.30 sharp 我们在1点30分准时见面 这个sharp在这副词 相当punctually准时力 但是注意 表示这个含义 它一般直接跟着时间后面 再比如说 turn sharp left turn sharp right 那么在向左急转弯 向右急转弯 sharp 修饰动词turn 是紧急地在这边拐弯 它用副词sharp 而不用sharply 什么是用sharply呢 一般表示急剧的 剧烈的 或者是尖锐的 你比如说 interest rates have fallen sharply over the last few weeks 在过去几周里面 利率在剧烈急剧的下降 这是急剧的剧烈地 用sharply 还有表示尖锐地 也用它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sharply criticized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这个政府因为侵犯人权 受到了尖锐的批评 这个时候用sharply 这两个可以把它区分开 还有一种更讨厌 就是low和lowly 这个三册五十六颗怎么说过 我们知道这个low 它本身 它一定是一个 在这可以当形容词 也可以当副词 但是lowly它本身一定是个形容词 这很讨厌 我再说一遍 low既可以当形容词比较低 也可以做副词 表示低 位置低 但lowly本身 别看加my 它一定是个形容词 它表示地位卑微的 lowly反而是形容词 这很讨厌 咱们看一下例子 the plane flew low 这个飞机在低空飞行 这是副词吧 飞得很低 是副词 再比如说我们看 第三次的五十六颗 河流我们的邻居里面出现这句话 We were however worried about our nearest neighbors whose farm was low-lying and who are newcomers to the district 我们家安然无恙 然后我们却担忧啊 我们最近的邻居 他们的农场呢 地势很低 并且它确实是一个地区 刚来的人 low-lying这个low 副词修饰后面那个lie 这是副词 但是lowly反而是形容词 看一下例子 表示地位谦卑的卑微的 a lowly servant 一个地位卑微的仆人 地位卑微的 三册也出现过 咱们复习三册的五十五颗 没学过三册好遗憾 三册里重点比四册 还有多六十篇精彩文章 如果是虚拟去了 如果我们能够发现 低等的这种生命形式 比如像细菌 就在其他形状发现 那么将完全地改变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低等级的生命形式 lowly 注意在这形容词 修饰forms of life 一组加不加ny的词的变系 非常重要 咱们英语中确实 非常讨厌细节 不能弄形 好 回到句中 把手高高的摆在空中 然后捏住这个绳子 以便于这个重物 几乎能够贴到地面上 就是这么一个动作 那么下面来干嘛呢 看下句 第十二句 他进一步说 now move the hand to and fro and around but not up and down 又是个七十句 现在呢 我们开始移动这个手 就来来回回的 to and fro 比如来来回回的 一会儿这 一会儿这 来来回回移动 and around 然后绕圈的 这都是做状语 to and fro around都是做状语 但是怎么样 又是一个状语 但不能上上下下 就是这个绳子 顿着中物之后 来来回回这么移动 或转着圈这么移动 但不能上下这么动 那这里面有一些小的搭配 咱们看一看 首先这个to and fro 来来回回地 我们看精确的英文解释 什么叫to and fro If somebody or something moves to and fro they move in one direction and then back again 如果我们说某个东西 或某人 to and fro 这样来移动 它向一个方向移动 然后再回来 来来回回的 到这儿 再回来 到这儿 再回来 到这儿 再回来 到这儿 这个动作叫to and fro 来来回回地 The swing rocked to and fro Swing是鞦韆 这个rocks的动作摇了 鞦韆来来回回地摇摆 像钟摆一样 来回摇摆 再回说 I was disturbed by all the people walking to and fro outside the office 我被这一大堆人来干扰 就是我觉得很烦 为什么呢 就是在我办公室外面 来来回回走动的这些人 来回走动的人 来来回回地 它有好多统一词 比如说 跟它类似的 有back and forth 前前后后的 也是类似的来回 一会儿往前 一会儿往后的 我们看 moving first in one direction and then in the opposite one 跟刚才意思不一样 像一个方向移动 然后再向反方向 再回来 back and forth 来来回回地 用它 也行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she swayed gently back and forth to the music 它随着音乐 在来来回回地 轻轻地摇摆 听着音乐 在来回轻轻摇摆 这个sway 跟刚才 我们那个rock 类似也是摇摆摆动 在第三册的24课 咱们讲过这个动词 to the music 是随着音乐 但不能用谓说 随着音乐 to the music 随着这个节拍 to the beat 等等等等 用to 随着音乐 再来回摇摆 还有一个 来来回回的 三册25课 咱们讲过 叫from side to side 也是固定搭配 就from left to right and from right to left 就我们是一般说 左左右右的 其实还是来回的 从左边到右边 然后从右边到左边 来来回回的 我们看几个例子吧 the curtains were swinging from side to side in the breeze 在微风之中 这个窗帘 在来来回回地摇摆 就被风吹的 窗帘在摆动 对吧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我们三侧的25课 三侧25课 the curtains are rolled from side to side and it became impossible to steer her 卡地撒口翻船 来回的摇摆 row跟刚才的rock 一样是摆动 在这不是滚动 是多一次 船要打滚的话就翻了 这个row是摇动 摆动的意思 这时候要驾驶 这个船已经不可能了 来来回回地 还有我们在本课书中 也会出现from side to side 你看就在我们42课里面 245页第21行最后 到22行 245页的21行最后 到22行 本课书中也会出现 but as the paper moved from side to side and the pin point its movement would be recorded in ink upon its surface 当这个纸啊 在笔尖下面 来来回回移动 在左右这么来回移动 摆动的时候呢 这个笔尖的这个运动呢 将能够用墨水 在纸面上记录下来 是这么一个 来来回回地 可以这么用 还有我们再看 据摸这个up and down 上上下下地 up and down 也是固定搭配 if something moves up and down it moves towards a higher position and then back to a lower position 解释非常清楚 如果一个东西 是up and down 来移动的话 先向于更高的位置 在那上上下下地 叫up and down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the boat was moving up and down on the sea 这艘小船 在海上上下地移动 就是这个 随着波浪 在上下地 在移动 再不说 the earth trembled and the hell seem to be moving up and down 大地在颤抖 并且这栋房子看起来 好像在上上下下地移动 大地在震颤 纵向地拨来了 这up and down 是这么一个 好 那就是说 把这个绳子 系着重物 然后把重物 快贴到地上 来回移动 或转圈这么动 但是不能 上上下下这么动 那么 有什么后果呢 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我们说了 it will be found that the way it moves but slightly or not at all 那么 it will be found it是形式主义了 后面这个that 是主义充具 就是这个 是什么被发现的 就是这个重物 会移动 但是非常非常轻微 我几乎都不动 就你手再来会移动 这个现实在动 但下面重物呢 只是微微摆动 甚至几乎它都不动 这是日常生物中 会观察到这个现象 那么我们用的原理 就能记录地震波了 为什么呢 他下一句话讲这个道理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啊 Imagine a pen attached to the weight in such a way that its point rest upon a piece of paper on the floor 整个句子其实是个起始句 就设想一下 这么一支笔 什么笔呢 attached to the weight 一直到句末 这都是一个过去 分词短语的后生语 被连到重物上的 这么一支笔 设想这么一支笔 然后呢 attached被连上 它打拼是be attached to 几乎动词吗 被动被连到什么上 被动词没了 这是后置的语 是怎么被连到重物上呢 in such a way 到句末 这个带下滑线的部分 是一个方式状语 以这样一个方式 被连到重物上 什么方式 后面这个那重句 可以看作同位于重句 所以前面这个weight 同位于 这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笔的笔尖 能够贴在 reson是搭在什么上面 贴在什么上面 贴在什么呢 贴在铺在地板上的一张纸上 用这样的方式 来这个笔 被连到这么一个重物 以这个方式连到重物上 这个我们先复习 这个imagine 经常跟骑士剧来连用 设想一下 想象一下这个情况 比如说我们复习 在第三册第七课 咱们说过 Imagine their dismay when they found the beautifully cooked wallet and nose turned to ash 想象一下 当他们发现一个 被烹饪的色香味 俱加的一个钱包 并且这个纸钞 都变成灰的时候 他们那种 惊讶沮丧的表情 Imagine their dismay 设想一下 想象一下这种情景 可以用它 imagine 这个后面这个 attached to 是固定搭配 是被什么什么 连到什么什么上 本来应该有个必动词的 但后置对语 必动词就没了 过去分词短音的 后置对语 就与什么什么连到一起 它是第一个意思 物理上的连接 比如三册的第十八课 咱们见过 三册第十八课 Line up against the wall 被排列排 靠在墙壁上的 There were long thin wires attached to metal spheres 这里有一些细细长成的电线 什么呢 被连到了金属球上 这个跟本文中一样 这是后置对语 被连到什么什么上面 对吧 那么be attached to 还有第二个意思 表示感情上依恋 恋恋恋不舍 难舍难分 be attached to 感情上 这是看不见的一个连接 我们复习在三册的四十九课 出现了类似这个答备 三册四十九课 She was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this house for even though it was far too big for her knees she persisted in living there long after her husband's death 就是我的这个姑妈呀 在感情方面呢 与这个房子是依依不舍 非常依恋不舍的分离 为什么 因为啊 尽管呢 这个房子对她来说 对她使用来说太大了 她还坚持执意的 在她丈夫死去很久 一直住在那个地方 这是两个含义 本分之十第一个 被连到什么上面 再看最后的 同位与从俱里边的畏语动词 That is point rest upon the piece of paper 这个rest on 或者rest upon 用upon比较正式一些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靠在什么什么东西的上面 搭在这个东西上 靠在什么什么东西上 我们先看一看 咱们三册第三课 三册第三课 就是无名女生那个书 She stood three feet high and her hands rested on her hip 这个女生有三英尺这么高 并且她手搭在她的臀部上 插腰站立 就靠在她的臀部上 大概有这么高 靠在什么什么东西上面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表示基于什么 rest on or respond 表示基于建立在什么什么的基础之上 这个就比较抽象的含义了 对吧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His fame rests more on his place than on his novels 他的名声更多是基于他的这个戏剧 而不是他的小说 这是基于依赖于建立在什么什么的基础之上 这是两个意思 本分钟是第一个物理的 就这笔尖呢 搭在了地板上的一个纸上 是这么一个 下面我们再进一步说 那进一步再设想一下 Imagine an earthquake shock shaking the floor the paper you and your hand 我们再设想一下一个地震的震动 一个震荡 怎么样呢 它在摇晃这个地板 这个纸片 你还有你的手 一块在震动 这是固定搭配 Imagine somebody or something doing something 设想某人某物再做模式 这固定搭配 咱们就当重点来看一下 Imagin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设想某人再做模式 这是固定用法 本分钟用的是这个搭配 我们看一个例子 She could imagine dark-robed figures moving silently along the stone corridors 这个女孩子能够想象 穿着黑袍的这样的身影 就是这个默默糊糊的人的形状 叫figures dark-robed 叫穿黑袍的 怎么样呢 它在干嘛 就是安静的在移动 在走 沿着什么呢 沿着石头的走廊 在静静的在走 它可以设想 这个人在做这个事 这是本分钟 Imagine 本分钟是设想一下地震波 在摇晃这个地板 指你还有你的手 然后下一步 继续来描述这个事 它说 in the midst of all this moment the weight and the pain would be still 它说在所有这个移动的这个过程之中 怎么样呢 这个重物还有这个笔将会处于静止状态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的手来回动的时候 下面的重物和笔都不动 这个in the midst of是多一词 在这是做时间状语 在什么什么期间 在什么什么过程中 它也可以表示地点状语 在什么什么之中 位于什么什么中间 这是咱们一会儿会重点会讲的 本分钟是表示时间 在所有这个移动的 就是什么地板 什么纸 你的手都在动的过程中 怎么样呢 重物还有这个跟重物连的这个笔 将是处于静止状态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 in the midst of这个搭配 in the midst of 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在什么什么发生期间 while something is happening or being done 在某个是正在发生 或正在备做这个期间 这是时间状语 本分钟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些例子 a country in the midst of a recession 正处在衰退期间的这么一个国家 这是指时间了 正处在衰退这个时间段里面 再比如说 she discovered it in the midst of sorting out her father's things 他在这个整理啊 他父亲的财务的过程中 发现了这个东西 在什么什么期间 在什么过程中 时间状怡 再比如说 she alone remained calm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confusion 这跟本文中更类似了 他说在所有这团混乱之中 只有他一个人保持平静 在什么什么过程之中 这是指时间 in the midst of 但他有第二个意思 表示在什么什么中间 表示位置 它就是地点状语 第二个意思表示 in the middle of a place or a group of things of people 在一个地点的中间 或者在一群人或事物的中间 这是在什么什么之间 这是表示位置 地点的 也是用in the midst of 我们看一些例子 in the midst of the crowd 在人群的中间 这是表示地点 再比如我们三册的第十七课 在三册十七课 就是世界上最长的吊桥 这个说 she described it as a very agreeable situation located within two small hills in the midst of which flowed a great river 她把它描述成为一个 非常宜人的这么一个地点 它位于两座小山中间 而在小山中间 还流淌着一条大河 这是表示位置 在两个山中间的位置 有一条大河在流淌 本文中是第一个意思 就是在所有移动过程中 重物和笔是保持静止的 那下面进步说 but as the paper moved from side to side and the pinpoint its movement would be recorded in upon a surface 这个句子刚刚见过 但是as是当什么什么时候 黄颜色的是时间中一层句 但是当这个纸 在笔尖下面来回移动的时候 我们这笔尖是没有动态 重物和笔尖不同 纸是在笔加下来会移动的时候 怎么样呢 by answer is 主句 这个笔的运动呢 它的运动算是怎么样呢 将在这个纸面上用墨水把它记录下来 这纸的运动用墨水记录 笔是不动的 纸在动 这就是描述刚才为什么通过练习之后 我们可以笔不动而直动来写字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这里面有一个in ink 就是用墨水或者用钢笔 这个当作dapip的记录就好了 可以跟那个in pencil同时记 这是用铅笔 please write in ink not in pencil 请用钢笔写 而不要用铅笔来写 就好了 就这么一个 好 这是我们看到第16句话 接着看下一句 第17句 这个段落好长啊 第17句 It was upon this principle that the first instruments were made but the paper was wrapped around a drum which rotated slowly 这个句子比较长 中间是用but并列连词来连接 表示转折关系并列连词 两个句子来并列 第一个句子里面 它用了一个强调句型 it is it was 我们家that 强调是什么呢 正是依照这样一个原理 on或者upon跟principal搭配 可比如按照或依照某个原理 正是按照这样一个原理 就是前面几句话描述的情况 对吧 依照这么个原理怎么样呢 第一批的设备被制造出来了 在这些强调句里面 被强调的是状语 upon this principle 好 然后把它转折 但怎么样呢 但是指这个纸并不是铺在地板上 这个纸是包在了一个骨状物的外面 这个read表示用纸或者用布把什么包起来 包包裹包什么东西把它包起来 这个转不一定是打着那个骨了 经常被这骨状物 尤其是一个什么设备里的零部件 像骨一样 这个东西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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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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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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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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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位置道具末是定义从去修饰这个状物 什么呢 在慢慢转动的一个古状物上面 这个纸是包在这个东西上面的 这个里面我们第一个先看看principle的切词搭配 on或者upon跟principle搭配一般表示依照某种理论或按照某种原则 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country is run on socialist principles 这个国家是依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运作的 就是用社会主义原理来运作的 再比如说 the project work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each person's experience was equally valuable 他说这个项目是按照这样一个原则来运作的 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同样有价值的 依照这样一个原则来运作的 就是on that principle 是这么一个 好 这个我们下面再看principle的第二个常见大腿 这个搭配更常见 就是在前面加记字in 这是principle另外一个搭配 in principle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表示原则上怎么怎么样 但是上没有考虑细节 表示这个含义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第八课贸易标准中 咱们曾讲过 先复习第八课 在47页的第八行最后到第十行 47页第八行最后到第十行 这是原则上做模式 但是没有考虑细节 尤其表示原则同意 politicians agree in principle so America and the EU have been trying to reach a deal which would eliminate the need to double test many products 政治家们已经原则上同意了 但是没有考虑细节 所以呢 美国和欧盟正在努力 想达成一个协议 什么协议呢 有了这个协议之后 就无需对很多产品进行双重测试了 这是原则上 那么principle 还有第二个常见含义 也很重要 就是理论上 in principle 理论上什么意思 表示理论上可能 但是并没有真实发生 理论上也用它 注意加起此因 我们也是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in principle the new software should make the accounting system a lot simpler 从理论来说 这个新的软件 可以使我们那个 会计系统 这个要简单的多了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生 理论上是这样 再没有说 even assuming this to be imprinciple possible it will not be achieved some 即使假定这个事 理论上是可能的 但是它不会很快就能够去实现 in principle表示 理论上怎么怎么样 但是并没有真正去发生 这是principle 两个大匪 回顾一下 跟un或upon表示 按照某种原则 in principle 两个意思 第一个原则上 尤其原则是同意 没有考虑细节 第二个理论上 怎么怎么样 但是并没有真正发生 这个不同界词 真是很讨厌 在乎的其中 正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则 那么第一批设备 被制造出来了 但是这个纸不是扑在地上 而是被包在一个古状物上 这个用的搭配 wrap something around 或者around somebody 或something 把某个东西包在 或者这个缠绕在 什么人 什么东西的上面 这个round 一般用在英国 美国一般换成around 这两个都可以做 副词或切词 意思一样 就在什么什么 绕一圈 把什么什么包在 什么什么外边 或缠绕在 什么什么外边 这个wrap用动词吗 不是包裹吗 这个意思 看些例子 Ella wrapped a thick coat around her shoulders Ella把一个厚的外套 这个裹在了他的肩膀上 再把包在外面 对吧 这样一个动作 再来说 He wrapped a bandage around my injured wrist 他把一个绷带 这bandage是绷带的意思 缠绕在了我的手腕子上 很多腕子骨折了 这个受伤了 把一个绷带绕在上面 本文中就是指呢 是缠绕在一个 缓慢转动的 一个骨状物上 咱们看看这个drum drum是什么呢 something that looks like a drum especially part of a machine 就是看上去像个鼓的 这么个东西 尤其是一个 这个机器零部件 当做机器零部件 来看待这么一个东西 本文中就是一个 古状物嘛 这么一个 好 咱们接着看下面第18句 哎呀 好长的段落 我们说 as long as all was still the pen drew a straight line but while the drum was being shaken the line that the pen was drawing riggled from side to side as long as all was still as long as 引导条件状行从具 是只要 只要所有这一切 都处于静止的状态 是怎么样呢 这个笔 就会画出一条直线 这句话很简单 然后句子结束 but引出第二个笔的句 但是 while the drum was being shaken 这while又是引导一个 时间状态从具 他说 但是当这个古状物 正在被 这个 这个 这个震动的时候 就是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the line这个线条 然后后面加定义从具 the pen was drawing 就是这个笔 正在画出的这个线条 是定义从具 shows line 怎么样呢 这个riggled 就是扭动嘛 来回来去会扭动 这线条就能看出来 地震再发生了 就这么一个原理 好 词法不难 看下去 the apparatus thus described however records only the horizontal component of the wave movement which is in fact much more complicated 这个 the apparatus 就是这个设备 注意 apparatus 跟equipment 类似 表示设备 是不可数名词 一般来说 都是不可数的 thus 就是那样 像那样 像这样 它这个 这个副词 表示这样 thus在这部分的因词 就是那样 就刚才那样 被描述出来的 这个设备 这是后制定义修饰这个设备 那样被描述出来的设备 however 插入语是 然而 仅仅记录了什么呢 这个波的运动的 它的横向的组成部分 component本来就零部件 在这表示组成部分 就横向的部分 而这个波的运动怎么样 后面一个非线的性定义修 which is in fact 因素是定义修的内部的插入语来 事实上的这个波的运动 比这个横向运动 恐怕复杂的多得多 这个把细节看清了 里边有一些小的东西 我们第一个再看一看 复习 apparatus 当然也能动成apparatus 这个字母a把a把a都算对 我们大声分别读一下 apparatus apparatus 两个声音都会听到 这个都算对 都可以 但注意这个表示设备 跟instrument要分开 instrument是普通可数名词 复书叫s 这是不可数名词 就类似我们说的equipment 仪器或者设备 仪器设备 这个看一些例子吧 比如我们在第七课就曾经最早见过 41页的第十到十二行 41页的第十行到第十二行 他说 with experience and with improved apparatus it is now possible not only to locate the shell but to tell if it's herring caught or out of well-known fish by the pattern of a circle 随着经验的积累 并且使用着改良后的设备 注意不可数名词 它没有加yes 现在这是可能的 什么是可能的呢 后面真正主意了 不但能够确定一群鱼的位置 甚至还能分辨出来 是不是雪鱼 飞鱼 或者其他著名的那些鱼 根据回声的模式 apparatus 不可数名词 设备一切 还有32个 咱们在加力率重生 大家可能还记得 那棵书中也见过 188页15行到17行 复习 188页15到17行 His telescopic observations are justly immortal They aroused great interest at the time They had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sequences And they provided a striking demonstration of the potentialities hidden in instruments and apparatus 这个太好了 他把两个单词并列 看出可数不可数的变化 他的就是加力率的 用望远镜的观测结果 理所应当是不朽的 他们还是只是观测结果了 他们在当时激起了巨大的兴趣 他们有重大的理论上的影响 consequence 未必是后果 咱们讲的 这是影响 毕竟他们 令人瞩目地展示出了 隐藏在仪器设备中的巨大的潜力 potentiality表示潜力 一般用复数 是可数名词 apparatus不可数 但instrument是可数的 仪器设备两个是同一次连用 还有一个就是 thus described 这个thus 要注意这是多一词 不一定发生因词 在本文中不是因词 是像这样 用这样一个方式 如此怎么怎么样 它像in this way 或like this 像这样 用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thus 就像这样描述出来的这个设备 而不是因此被描述的 它不通设 看下例子 calculate the area of the triangle thus formed 计算一下这样形成的三角形的面积 这个thus formed form是过去分词吗 被形成的吗 跟本文中的thus described 用法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描述出来的 像这样描述的 是这样一来形成的三角形的面积 再比如说 hold the wheel in both hands thus 来 用两只手握住方向盘 来 像这样 像这样 这个动作 像这样 以这样一个方式 这是这个意思 那么如此描述出的设备 然而它仅仅记录了 这个board运动的横向的组成部分 component叫组成部分 这个不是零部件 但是这个board运动要复杂的做 看下面第二十句 if we could actually see the past described by a particle such as a sand grain in the rock it would be more like that of a blue bottle buzzing around the room it would be up and down to and fro and from side to side 前面if引导的是一个 这个条件状语从句 里面用了虚拟器 本来应该用if we can 但if从句倒退成一番过去是 could 如果我们能够真的看到 看到什么呢 化线的部分 整个做这个seed的冰语 the past有个路径 然后呢 described by a particle 是被一个这个威力 来描画出来这个路径 比如说后面 such as a sand grain in the rock 可以看作是前面a particle 它的同位于 比如说一个延时中一个saster的路径 能够真正看到这个路径的话 就是被一个威力所描绘出的一个路径的话 从句完了 那怎么样呢 那么就将会是这个it 当然是这个path来 这个路径来 从句中用一般过去是 主句用would,should,could,my 加动作圆形 标准的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虚拟 当然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路径 假如说真的能看到的话 would,虚拟,虚拟的主句 它会将什么呢 更像是that of a blue bottle 这个that 就是代替这个the path 就是这个路径 什么呢 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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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大苍蝇 这个blue bottle 是一种蓝色的一种大苍蝇 咱们翻译了轻盈 其实就类似我们这个这个绿图大苍蝇 这很类似 一个大苍蝇的这个路径 那代替这个path 是什么大苍蝇呢 buzzing round the room 在屋里飞来飞去的这个大苍蝇 buzz 是呖呖呖呖 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这buzzing round the room 是后置正语修饰这个苍蝇 那么it would be 这个物理跟前面物理一样 还是虚拟性了 这个it还是指路径 这path 这路径将会是上上下下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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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前后后的左左右的 就是三个维度的这个路径都有 所以说你在古装物记录的只是拨的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只是记录横向的拨 这里边首先有些词看一看 这个path本来表示相间的小路 一条小道 在这是路线 路径 轨道 就是line along with somebody or something moves 某人或某个东西移动的路线 人或事物移动的路线或者轨道 这叫path 并不是在地上的这个路 比如说the moon's path around the earth 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这个轨道 就类似我们说的orbit 这个路线运行的路线 再比如说the path of a tornado 一个龙卷风的路径路线经过的这个路线 它并不是真的一条路了 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还有后面那个grain叫做沙子粒 本文中sand grain叫沙子粒的意思 grain本身表示非常小的小颗粒 它可以比如鼓粒嘛也用它 a single very small piece of a substance such as sand or salt 非常像沙子或盐这样的非常小的微粒中的东西 但注意 微粒中的东西一般来说是不可数的 像沙子啊 像什么盐啊 像什么糖啊 像土啊 一般不可数的 但是你发现这个grain表示一个两个的小微粒 这个是个可数名词叫小颗粒 经常用a grain of salt 一个盐粒 a grain of sand 一个沙子粒 a grain of sugar 一个这个白糖的一粒 这个一粒糖 小颗粒 这是可数名词 另外我们再看看后面那个blue bottle 叫轻盈 就是a large buzzing fly with a blue body 就是有个蓝色身体的 嗡嗡嗡飞来飞去的这么一种大嘴的fly 苍蝇 就是我们一般可以翻译轻盈 这种在欧洲比较常见的大苍蝇 那么这个就好像那个轻盈 buzzing around这种 在屋里滋滋飞来飞去 这个buzz本身表示发出嗡嗡声 to make a continuous sound like the sound of a bee 发出连续的声音 好像密封发出的声音那样 就发出嗡嗡声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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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 这个动作叫buzz 好 我们看第二段的最后一句 哎呦 终于到最后一句了 我估计这是我们新年代四次最长的一个段落了 太长了 他说 instruments have been devised and can be so placed that all three elements can be recorded in different graphs 他说设备呢 能够被制造出来 并且呢 能够被这样的摆放 那么怎样去摆放呢 so跟大家搭配结果状元重句 这样摆放 结果呢 就是这个三个组成成分 element可以表示重要的要素组成成分 这个要素呢 都能够用不同的这个曲线图 把它表现出来 这个grab可以表示带坐标的这种曲线图 用曲线图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这个lab是跟受固定搭配的一个结构状元重句 这里边我们看一看这个element element是多一词 我们在前面甚至我们说过可以表示电阻丝都可以用它 这个旅行者与水那棵树 element本来也可以表示地球的这个 组成天地万物的地水火风这个元素 所以the elements也能表示这个自然力 咱们在21课就是这个西部篇那个时候讲过 在这里表示什么呢 one part of feature of a whole system plan piece of work etc 表示这个一个系统 一个计划或一件工作中的一部分 或者一个特征 especially one that is basic or important 尤其是表示一个基础性的或重要的 所以一般翻译成一个事物 一个系统或一件工作的要素 或者重要的组成部分 叫做element 咱们看一看例子 Honesty is a vital element of her success 诚实是它的成功的一个关键的要素 要素组成部分 Besides ability The other essential element in political success is luck 除了能力之外 那么在政治成功里 另外一个至关重的要素就是运气 除了这个能力 运气也很重要 这是element要素 分分钟也是这个意思 另外就是这个graph 什么叫graph 它表示图 什么图呢 就是a picture that uses lines or curves to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mbers or measurements that change 就是这么一个图 使用线或者是曲线来表明这个关系 什么关系呢 就是数字或者是在变化的量度之间的关系 变化的数字或变化的度量单位之间的关系 往往是有几个坐标 中间一个直线或曲线表明这个变化的 这种图 曲线图 图表一般要固扎这个词 这是第二段讲了 就是我们地震仪器 光用九珠系那种是不行的 我们更加复杂地震仪器要被研制出来 谈了它是如何研制 用的是什么原理 其实就是日常数的观察 慢慢总结出来这么一个复杂的仪器 好 我们终于讲完了 这个第四测里最长的一个正文端 好 一会儿我们接着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描述了这个地震仪具体使用的 这个是如何发挥效用的 它是如何把地震波记录下来的 先看第三段第一句话 它说 When the instrument is situated at more than 700 miles from the earthquake center The graphic record shows three waves arriving one after the other at short intervals 前面黄颜色的是时间状态充具 当这个设备那么被放置在离震中 大概700英里处的时候 怎么样呢 后面这个白颜色是具的主具 这个图表的记录 就是这个曲线图的这个记录 record 这是名词 那么就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波 什么波呢 后面带下滑线的协定字 是后制定语修饰这个波 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在很短的时间间隔之内 来分制它来的这么一个一个接一个的波 one after the other就像one after another一样 一个接一个的 at short interval就以很短的时间间隔 interval是间隔的时间 咱们以前多次讲过 先看第一个就是one after the other 大家记住跟one after another完全一样 used to talk about a series of similar things or events 是被用来来谈论一系列的相似的东西或事件 一个又一个的 一个接一个的 这两个搭配完全一样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I'll eat chocolates one after the other until the box is finished 我吃这个巧克力糖啊 一块接一个的吃 直到盒子最后空了 都没了 再比如说 small businesses have been collapsing one after another 你看这两个意思完全一样 小公司一个接一个的在垮台 在这个倒闭 clap垮了 就这么来说 这两个搭配完全一样 我们再看后面那个at short intervals 这个在第七课咱们就讲过 interval可以表示间隔的时间或空间 咱们第七课讲过 时间 然后呢 在讲这个天气那刻又讲过空间 这两个都行 at什么什么intervals 这是固定搭配 跟其次at搭配 就每隔什么什么时间或每隔多长的空间 跟at固定搭配 看下例子 at weekly intervals 每隔一周 at twenty minute intervals 每隔二十分钟 the train run at hourly intervals 这个火车每隔一小时发一趟车 这个例句咱们在第七课当时见过 还有再看这个句子 the trees were planted at twenty meter intervals 这些树呢 是每隔二十米被种下来 两棵树中间间隔是二十米 你看所谓间隔的时间和空间 但注意 每隔多长时间空间 都是跟at搭配 那 感谢观看